中央电视台 英雄初少年之 周末满天星 最近的好像每次一开场 咱俩都互相在问问题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改一个形式 什么形式 那你想要什么 今天开场我问你两个问题 好不好 好的 哪两个问题呢 你问我一百个我都不怕 请问你知道彩虹吗 我知道啊 请问彩虹的尽头是什么 你知道吗 彩虹那边不知道耶 今天在黄伟哥哥讲故事的中间里 我就将给大家讲一讲 两只可爱的小动物 他们也很想知道彩虹的尽头 究竟是什么 因此 他们就展开了一场 奇妙的彩虹出力 一起来看 周末满天星 听黄伟哥哥讲故事 狐狸和欢 在彩虹的尽头 找到了什么宝贝呢 我们要找的是真正的宝贝 而不是一堆松果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我爱我的宝贝 胜过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 对我来说 它就是我的宝贝 为什么到了冬天 小田鼠阿佛不着急收集过冬的食物呢 你怎么不干活啊 我在干活啊 我在采集阳光 因为冬天的日子呢 是又冷又黑的 更有好玩的游戏 等着大家 罗伯敦 谁的反应最灵敏 F罗伯敦 F罗伯敦 满黑罗伯敦 黑罗伯敦 罗伯敦已经被淘汰了 他已经被淘汰了 对不起 更有精彩的才艺 等着大家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就是我的骄傲 独自的技巧 这样一点无聊 就是我的技巧 英语的小小 就是我的都 周末满天星之故事片 好了 今天的故事马上就要开始了 讲故事之前呢 几个小朋友 还有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你们一起来猜个谜语 我先出个谜语 你们听听 雨过天晴 天上挂 身材细弯 像桥梁 让我仔细数一数 七种颜色 真漂亮 你们猜得出来 我说的是什么吗 知道举手 电视机前有举手 你也举手了 你告诉我 我刚才说的这个谜语 谜底是什么 彩虹 完全正确 就是彩虹 那刚才说了 仔细数一数 七种颜色 真漂亮 彩虹是哪七种颜色 你们知道吗 你说 有蓝色 红色 绿色 我来数一下啊 红色 橙色 黄色 绿色 青色 蓝色 和紫色 好多人说不知道青是什么颜色 我跟大家讲 什么是青 就等下了一个特别大的暴雨之后 看天上 白云旁边的那个颜色 就不是蓝 那个颜色叫青 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呢 讲的就和彩虹有关 下大雨之后 大家都见过彩虹 那问题是 彩虹像一座桥一样 连的最那头 彩虹的尽头 是什么样子呢 哎 在传说中啊 就说这彩虹的尽头 有许多许多神奇的宝贝 于是呢 有两位好朋友 就商量的呀 咱俩得到彩虹的尽头去看看 去瞧一瞧 这两位好朋友是谁呢 告诉大家 是两只小动物 它们是狐狸 还有欢 那这狐狸和欢 能找到传说中的宝贝吗 今天我就给你们讲讲 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做 彩虹的尽头 哇 好美啊 哇 一道明亮的清晰的彩虹 像宝石项链一样挂在天上 杜月 故事中扮演狐狸 一道漂亮的彩虹 勾勾地挂在天上 这狐狸和欢 盯着那么漂亮的颜色 都看呆了 你知道吗 海虹的尽头 有宝贝呢 碧颜平 这狐狐狐狐狸 狐狸和欢 一边赶路 满脑子里 想的都是这个问题 哎呦 这宝贝是大的是小的呀 这宝贝 是金子还是银子呀 想着想着 跑着跑着 哎 路上碰到了一只松鼠 哈哈 我的宝贝 我最美的宝贝 赵一天 故事中扮演松鼠 宝贝 难道是我们要找的宝贝 走开 不许你偷我的宝贝 这不是宝贝 这只是一堆松果 对我来说 宝贝就是冬天的食物 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 哦 我们要找的是真正的宝贝 而不是一堆松果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哎 小朋友们 你们知不知道 为什么这松鼠 把松果当成宝贝呢 我来告诉你们 因为这个冬天呀 下大雪 哎呦 像松鼠这样的小动物 它很难找到食物 因此呢 在秋天快到冬天的时候 小松鼠就必须 找许许多多的松果 放到自己的树洞里 冬天的时候 在洞里慢慢的吃 没有这些松果 小松鼠就活不下去 所以 松果就是松鼠的宝贝 欢 还有狐狸 继续往前走 走着走着 它们来到了一条小河旁边 看到了鸭妈妈和鸭妈妈的宝宝们 我的小宝贝 小宝贝 你在哪呢 取柳 故事中扮演鸭妈妈 在哪呢 你在找宝贝吗 对呀 我在找我的小宝贝呀 哎 看看看 在这呢 它在这呢 阿利浦 故事中扮演小鸭子 原来 鸭妈妈的宝贝 是一只金黄颜色毛茸茸的小鸭子 哎呦 小翅膀扑轰扑轰的 嘎嘎 叫着就跑了过来 扑到了鸭妈妈的怀里 你以后可别这样乱跑了 你让我好担心呀 我的小宝贝 好的妈妈 以后我听你的话 再也不乱跑 让你着急了 这 这是什么宝贝 这 这是宝贝吗 这 就是你的宝贝 当然了 我爱我的宝贝 胜过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 对我来说 它 就是我的宝贝 不是吗 小宝贝 走 跟妈妈回家吧 哎呀 这狐狸和欢 一脑袋雾水 小朋友们 你们知不知道 为什么鸭妈妈的宝贝 是小鸭子呢 在妈妈爸爸的眼里 最重要的宝贝 就是自己的孩子 所以说 鸭妈妈的宝贝 就是小鸭子 狐狸和欢 看着鸭妈妈 带走了小鸭子 哎呀 他们觉得 这究竟能不能 找到宝贝啊 俩人 急急忙忙的 又往前跑去 跑着跑着 爬上了一个小山坡 上了山坡之后 他们发现一只 藏耳朵的兔子 嗨 你们好 你好啊 我们在找宝贝呢 宝贝啊 我有许多呢 梁晨豪 故事中扮演兔子 真的 在哪呢 在这呢 我的回忆 就是我的宝贝 回忆是什么 他们是你记得 所有过去的事情 比如你做过的事情 你去过的地方 你爱过的朋友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你的回忆 哦 祝你们快乐 小家伙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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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啊 都有回忆 那么在人老了的时候 就会回忆起 很多以前的事情 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的时候开心 有的时候会掉下眼泪 但无论如何 对每个人来说 回忆都是宝贝 那兔子 之所以把回忆当作宝贝啊 是因为小兔子很热爱生活 可是狐狸和欢 好像没注意过这个事情 他们脑子里边想的呀 就还是找到契烟 金子 银子 那才是宝贝 正在狐狸和欢 发愁 思考究竟为什么回忆 会是宝贝的时候 这天上 突然之间 乌云密布 大片大片的黑云 就笼罩了过来 彩虹消失了 雨 哇 哇 哇 雷 哇 狐狸和欢 下着都躲到了树后面 到现在 我们还没找到宝贝呢 在狐狸和欢 等待雨停的时候 他们想起了松鼠 对我来说 宝贝就是冬天的食物 还有什么比这儿更重要的吗 这个松鼠啊 有足够的好吃的 她多开心呀 他们又想起了鸭妈妈 我爱我的宝贝 胜过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 对我来说 她就是我的宝贝 哎呀 鸭妈妈有小宝宝 鸭宝宝可以和自己的妈妈在一起 他们多幸福啊 他们又想起了小兔子 宝贝呀 我有许多呢 我的回忆就是我的宝贝 小兔子可以开开心心的 回忆自己的过去 回忆真的是宝贝 哎 也许这宝贝本来 就不是金子 也不是银子 更不是宝石 它很可能只是一件 对别人看起来很普通 但对我们自己很特别的东西 想着想着 活力看着欢 欢 看着狐狸 你就是我的宝贝 啊 你也是我的宝贝 回忆和欢 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宝贝 他们手拉着手 转着圈 跳起舞来 他们跳啊 跳啊 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哦 学到了好多东西啊 我觉得现在周末满天线越来越好看了 我们这个除了要跟大家分享故事啊 懂得礼仪 学到中国古代的知识啊 看童话 学礼仪之外 我们现在有新加了新的内容 我们要讲一些大家平常不知道的事 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有意思的事 还要问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啊 不行 你万一我们答不出来 不显得我们 你问一个难一点 不一定讲最简单的问题 对 如果你们写错字了怎么办 改啊 写字写错 那怎么改 土改叶啊 像笔啊 还有我那个 因为手机上有回山那个键 点一下回山就 哎呦 一天哥哥是 硬皮细性 但是我觉得小朋友不能学它 老用手机这也不好 对啊 对啊 我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讲讲怎么样更改写错的字的方法 在中国古代也没有什么这个土改叶 像笔叉对吧 而且古时候人写字用 毛笔 毛笔墨水 那怎么样土改呢 跟大家讲 古代的时候 有两位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大文豪 王熙之 听说过吧 听说 写字写特别好的 颜体 颜真轻 王熙之 王显之 行书 颜真轻 楷书 他们怎么来应对这个错字 比如说王熙之曾经写过这个蓝亭集续 颜真轻 那是颜真轻 既止稿 这两位啊 书法大家 在写这个稿子的时候 里面出现过错字 对 所以说这两篇文 这两篇这个作品是涂鸦之作 写错字之后怎么办 听好了 他们那时候就在这字的右上方 用毛笔加点 保留原来那个字 然后继续往下写 意思说这个字 我意识到它是错的了 但为了不展卷 不把整个这个一篇字弄脏 弄乱 另外它也不从写了 接着往下来 还有一种方法 是有一种矿物指名的叫磁黄 信口磁黄 信口磁黄 对 磁黄是为什么 徐柳姐特别厉害 就一下就联系到这了 就是改错字的时候 把磁黄涂在那错字上 就类似现在的涂改页 为什么叫信口磁黄 随便说 说说反正 口无遮拦 口无遮拦 反正说错了就当改了 我们继续来欣赏精彩的节目 好的 周末满天星期 谈一篇 小时重复在乎 大时重复不足 我是不知聪明的快乐的小主 常常感知足 工作不要太苦 渐渐畅畅畅才是我最爱的礼物 你有好好相处 不要计较不足 我是一只善良的 可爱的小主 天天大声唱歌 偶尔大大呼噜 嘻嘻哈哈 从不最轻易的发明 牛牛屁股 快乐小主 每分每秒都不得舒舒服 深深懒腰 快乐小主 我要你也像我一样 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闹的小田鼠一家 可如今农夫带着自己的农场和所有的牲口都搬走了 这搬走之后牲口棚也废旧了 骨仓空了 眼看着这冬天不远了 小田鼠一家心想 冬天要来了咱们得弄点吃的去啊 于是大家就分头出去 找点玉米粒小坚果小麦 还有麦杆 从早到晚 田鼠一家一直在忙活着 诶 所有人都忙着忙着 只有一只小田鼠例外 它的名字叫阿佛 杜月 故事中扮演小田鼠阿佛 诶 阿佛 你怎么不干活啊 梁晨豪 故事中扮演小田鼠 我在干活啊 我在采集阳光 因为冬天的日子呢 是又冷又黑的 那现在你又在干什么呢 碧炎瓶 故事中扮演小田鼠 阿佛 我在采集颜色呀 诶 因为冬天是灰色的 小田鼠们继续采集食物 不一会儿 在一边的阿佛 怎么好像睡着了 你在梦游吧 阿佛 啊 不是 我在采集词语呢 因为冬天的日子 有多又长 我们会把话说完的 这日子过着过着 冬天就来了 当第一场大雪飘落的时候 这小田鼠啊 全都钻到了石墙的缝隙里面藏身 一开始呢 有很多东西可以吃 这小田鼠啊 就在一起讲着傻狐狸 还有蠢猫咪的故事 他们是很快乐的 可当田鼠一家 一点一点 啃光了几乎所有的姜果 还有坚果 当他们吃完了 最后的一点玉米粒 他们蜷缩在一起 感觉石墙里面实在太冷了 没有任何一只小田鼠想聊天 这个时候 他们想起了阿佛 阿佛不是说 他采集了阳光 颜色和足够的词语吗 怎么样 阿佛 你的那些东西呢 闭下眼睛 现在呢 我要带给你们阳光 你们感觉到了吗 它有金色的光芒 就在阿佛说到太阳的时候 那几只小田鼠真的感觉好像暖和了一些 哎 难道是阿佛的声音有魔力 它真的收集了阳光 阿佛 那颜色呢 再闭上眼睛 想象蓝色的长春花 还有草莓丛中的绿叶子 阿佛说着说着 小田鼠们真的清清楚楚的感觉 好像 哎呦 那些颜色真的出现在了自己的脑海里 还有词语呢 阿佛 谁在天上撒雪花 谁融化了地上的冰块 谁会把天气变好 谁又会把天气变坏 谁让四叶幸运草在六月里生长 谁熄灭了阳光 谁又把月亮点亮 是我们小田鼠吗 就是和你我一样 一只是小春鼠 打开雨露的花洒 跟着来的夏鼠 喜欢在鲜花上涂画 小秋鼠来时带着小麦和胡桃 多数最后冷到直垮小脚 想想多幸运 一年四季刚刚好 一个也不多 一个也不少 好啊 阿佛 太棒了 你真是个世人 真想不到 谢谢 阿佛是一只看上去有点懒散的小田鼠 当别的田鼠都在忙着劳作的时候 他呀 什么都没做 就在那儿发呆 但是阿佛他却相信自己确确实实正在收集一些别人所不能收集到的宝贝 比如阳光 色彩 还有美丽的词汇 果然 在大家过冬最后最难熬的时期 阿佛给所有的人带去了他收集的这些宝贝 他把自己收集的阳光 颜色 还有美丽的词语 送给了所有的小田鼠 让大家觉得很温暖 很团结 并且赶走了寂寞 大家对阿佛的看法从原来的不屑一顾 到后来的刮目相看 直到最后 大家都觉得阿佛真的很厉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长处 大家要擦脸眼睛去看到他 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哪一个 我小时候这个地理学的最好 俄罗斯是江土最大的 那国土面积第二的是哪个国家 应该前几位应该是俄罗斯 加拿大 中国 那么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是哪个国家 是不是一个叫梵蒂冈的地方 梵蒂冈这个很小 总之 他的全称呢 梵蒂冈全称呢 叫做梵蒂冈成国 梵蒂冈是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角 高地的一个内陆城邦国家 那就是整个国家只有44公顷 其实很小 什么概念 也就相当于六个足足场那么大 梵蒂冈人口是多少 人口其实也是最少的国家 这个国家竟然有836个人 那我们劳逸结合一下 学了这么长时间我玩一会儿好不好 好的 周末满天新知游戏天 哇 又到了做游戏的时间了 好开心 那么今天我们要玩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 给大家好好地介绍一下 玩一个萝卜墩的游戏 那萝卜墩的游戏怎么玩呢 我们要分A B C D E F G 然后分别来萝卜墩 如果谁没反应过来 那这样被淘汰了 好那我们从A开始念一遍 好吧开始 A B C 怎么这么多人选费 让他吧 好吧让给你吧 D E F J G G G 好好 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好好好你来吧 你玩这个游戏一定要认真才行 对 首先翻译要准 好 E萝卜墩 E萝卜墩 蹲的时候必须要蹲下去 一备开始 E萝卜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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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A萝卜墩 是这样的 必须这样吗 必须这样 E萝卜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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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A萝卜墩 A萝卜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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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C萝卜墩 C萝卜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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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萝卜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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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C萝卜墩 C萝卜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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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萝卜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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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C萝卜墩 C萝卜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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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D萝卜墩 D萝卜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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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萝卜墩 原本是说 阿佛罗布敦 等我 说清楚 我这个为什么那么多呢 重说 你重说 F萝卜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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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萝卜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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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字母确实 发音有一个音节的 有A B C的 A萝卜自己反言去了 这怎么算啊 这个这算失败了 这得喷呐 说真的必须体谅一下 A萝卜 B萝卜 C萝卜 D萝卜 E萝卜都挺好说的 F萝卜 到它那确实有点麻烦 那你就用 那你它这样可不可以 那你选一个吧 菠萝卜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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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你是不是觉得F萝卜不太好说 跟你换一个字母好不好 H 从现在开始 不从现在开始 它是W了 W萝卜嘟嘟嘟� All in G 他 他总能不让我们失望 你不能再给他没有了吧 再来四 再来四 这个实在太难了 再给他换一个字母换成 我强烈抗议 因为我这个不仅要玩游戏 还得来绕口令 我跟你说为了公平起见 好吗 我还回到我的F 好 3 2 1 走 F萝卜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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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萝卜森已经被淘汰了 他已经被淘汰了 对不起 F萝卜死了 但是W萝卜还在 W还在 W 我们重新看一下 每个人抱下自己的 开始 B萝卜森 C萝卜 D萝卜 E萝卜 G萝卜 和W 因为我在他身后 对 做好准备 E萝卜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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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W萝卜森 W萝卜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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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啊 B萝卜森 B萝卜森 玩W萝卜森 又到我这 W萝卜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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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到底什么蹲 那是C 我知道C W萝卜 W萝卜 W萝卜被淘汰了 但是还有X萝卜 X X萝卜啊 不行 最后我会被我的舌头给绊倒的 X萝卜森 X萝卜森 X萝卜 X萝卜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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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6 8 9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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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4 14 17 16 16 16 67 我得全说一遍 由于你很累 你很辛苦 你现在可以给我们四个人重新命名 你来让我们 命名 他现在是什么萝卜 A吧 A萝卜 记住 A萝卜 B萝卜 B萝卜 C萝卜 你太省事了 方便他自己记 方便他自己记 他是个好人 D B萝卜的 ABCD 不行 他没说让你给你自己 A萝卜 A萝卜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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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萝卜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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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萝卜棟 A萝卜棟 X萝卜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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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行淘汰 自行淘汰 我能不能申请掉 我和一天哥做最后的一对一的对决 你了 你了 咱都有了 他俩对决 决出一个输的 一天哥 你是X萝卜 X 是 而且你还是F萝卜 F F和X 反正我都是X被 我是H萝卜和W萝卜 等会我申请导演这段上字幕 我们已经乱了 你是谁 就是黄伟 H和W Oh HW 它是Z Y T 对 开始 Z萝卜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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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萝卜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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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萝卜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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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萝卜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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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萝卜棟 T萝卜棟 X萝卜棟 没有X萝卜 哦对 最后还是绊倒了我自己 特别重要 什么是重要的 小朋友在家可以和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姥姥姥姥 一起来玩这个游戏 没错 森林里边的小动物晚上都干什么呢 它们呀团团地坐到一起 抬着头看着天空发呆 为什么发呆啊 因为它们在想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月亮究竟是什么味道的呢 是甜的还是咸的 是苦的还是酸的 哎呀要是能尝上一小口该多好啊 可无论这些小动物怎么伸长脖子伸出舌头 那它们都够不到天上的月亮 有一天有一只小海龟它下定了决心 它要一步一步爬到最高的山上 它要去摸一摸月亮 尝一尝月亮是什么味道 它就一直爬一直爬 爬呀爬呀 哦 爬到山顶之后 它发现月亮好像离自己近多了 可是就算近了一些 这月亮还是够不到 于是呢 就找来了大象 哎 大象 你能不能帮帮我 让我爬到你后背上 说不定在你后背上 我就能够到月亮了呢 月亮心里想 哎 这些小动物 是不是在和我玩呢 所以大象的鼻子往上够 月亮轻轻的 哎 又往天上一跳 无论如何 这月亮啊 就是够不到 大象很无奈 说哎 我也够不到月亮 长青路 你快来 长青路说怎么了 大象说你个子高 你站到我后背上 去够一够月亮 看看能不能够着 长青路说好啊好啊 这月亮一看 长青路站到了大象的后背上 心想哎 这小动物太好玩了 我呀 再升高一点 所以虽然长青路站到了大象的后背上 这月亮又升高之后 小动物还是够不到 可这下怎么办呀 无论小动物怎么努力 无论是大象还是长青路 都没有办法 长青路心想 哎 我找朋友帮忙 于是他又找来了斑马 斑马 你站到我后背上 这样离月亮就越来越近了 可是这月亮依然觉得很好玩 它又往上一跳 大象后背上有长青路 长青路后背上有斑马 可斑马怎么伸长脖子 也还是够不到月亮 这斑马又找来了狮子 狮子站到斑马后背上 一样的道理 还是够不到月亮 狐狸又站到了狮子的后背上 就这样 一只一只小动物 站到了其他小动物的后背上 猴子也来了 猴子站到了狐狸的后背上 哎呀 这些小动物 站成了一个动物梯子 好高好高啊 可它们还是够不到月亮 猴子又叫来了老鼠 老鼠又站在了猴子的后背上 月亮想 哎呀 这个小不点 它能够到我吗 这一回 月亮没有看得起小老鼠 所以它没动 月亮在那没有动 小老鼠爬到了海龟的后背上 又爬到了大象的后背上 爬到了长青路的 爬到了斑马的狮子的狐狸的 猴子的后背上 终于小老鼠发现 月亮就在自己眼前 它张嘴叉叉一咬 哦 它真的尝到了月亮的味道 然后小老鼠又分别给其他的动物朋友 品尝了月亮的碎片 大家都觉得 哦 月亮是他们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当小海龟想知道月亮味道的时候 他就去找自己的朋友帮忙 在朋友齐心协力的帮助之下 他们终于尝到了月亮的味道 小海龟尝到了月亮的味道之后 又和其他的朋友一起分享了这种美味 于是他觉得自己心满意足 周末满天心听黄伟哥哥讲故事 说这鼠小弟和鼠小妹 要到森林里玩 更有好玩的游戏 等着大家 要明白了吗 周末满天心知 谈一篇 啊呀一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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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哦哦哦 快乐出发 一起 不怕自拔 青春无限的出发 过离无法 有钱 无机会的 双手 放开 把出发 好多的 你是我的骄傲 无自己计较 没有点不无聊 这是我的记号 一路的小小的都不要 我都可以到 I a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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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我们做游戏的时间了 玩什么游戏呢 今天呢 我们是让石榴姐姐和一天哥哥进行比拼 他们各带一个小朋友 太好了 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而且你对规则很了解对吧 对啊 好 我负责 帮忙 我们就加油 是这样 他们各带一个小朋友 然后呢 是用回答问题这个答案的方式来吹乒乓球 游戏姐姐姓什么 然后度是这意思吧 对 但是我们会有难度 比如说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问题的答案 吹出三个乒乓球 那你说一个度可能只能吹出一个 吹不出三个 但是机会可只有一次 好的 明白了吗 准备好 我们的第一个题目是这样的 说出一个带大字的词语 吹出一个乒乓球就可以了 大炮 大炮 厉害 赵玲天 天 好 谢谢 一天哥和这一队这一轮就算失败了 这样子啊 就这样明白了吗 就看谁把乒乓球都吃了 对 终于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哇 那会好长的 来 继续吧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啊 用一个成语 吹出一个乒乓球 许留姐姐先来 一问三不知 一问三不知 来 一天哥哥 谈单学铺 谢谢 好的 我们很快来到了第三题 第三题是 说出一个动画片的角色 或者是动画片的人物的名字 吹出一个乒乓球就可以了 我知道哪个最厉害 你好好想想 你要不要告诉他 我小时候看过的一个动画片 那家里的那个爸爸 你就来那个肯定能吹吹 我知道了 抱抱 什么 抱 来来来 一天 小萝卜 谢谢 又配出来 他想以人家黄伟提示 是爸爸爸爸 是不是 爸爸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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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不如不 爸爸不如不 爸爸比 爸爸不来不 第四题 你最爱吃的菜是什么 吃出一个乒乓球 这么快就跑 你爱吃的菜啊 一个 许留姐姐姐来 白萝卜 谢谢 今天哥哥 柏菜 柏菜 下一个提示 如果你获得一种超能力的话 你希望会是什么 吹出一个乒乓球就可以了 喷火 好棒啊 你想一下超能力 喷水 谢谢 谢谢 他的历史太小了 这个问题是 你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 吹出一个乒乓球 跑步 可以 他们找到出门了 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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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一首歌 吹出两个乒乓球 唱两句呢 唱两句呢 好爸爸 我有一个好爸爸 那个爸爸 哭骂人 哪个孩子 哭爱大 都是这样 朋友 一生一起 走破 哎 一句了啊 只剩一句了 还有一句 哪些日子 不再 不再有 不再有 我个人认为 这个不能算 得放回去 你不能重复的 对 不再 不再有 这个固子都错过了 不能再找回来了 对 你要干嘛 你没有机会了 机会没有了 用一句绕口令 吹出两个乒乓球 八百雕兵 赶飞 漂亮 可以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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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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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激动 还是怕追不上我们了 我那怕有 他就是 好容易找着一个 能够多喷几下 徐柳他们只有 一个美被吹出来 他们却有四个 恭喜徐柳 周末满天新知故事片 下面呢 给大家讲一个 鼠小弟和大象哥哥的故事 说这鼠小弟和鼠小妹 要到森林里玩 鼠小妹看见苹果树上的苹果 就对鼠小弟说 哎 鼠小弟 你帮我把苹果摘起来好不好 鼠小弟不好意思的说 啊 你让我摘呀 我个子那么矮 树 树那么高 鼠小妹听完很生气 说 你个单小鬼 说完 鼠小妹丢下鼠小弟 自己一个人走开了 鼠小弟看着树上的苹果 又看着远远走开的鼠小妹 心里难过极了 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走过来一只大象 鼠小弟对大象说 大象 大象 哎 你能不能帮我摘树上的苹果 大象说 当然没问题了 然后轻轻松松的用鼻子 哎 就摘到一个苹果 鼠小弟哀声叹气的说 哎 还是大象好 你看看我 这么小 连个苹果都摘不到 这个时候 突然从远处传来了锣鼓声 鼠小弟非常好奇 很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什么都看不到 可大象 轻轻地一抬眼 就说 哦 我什么都看到了 那边 有人在取亲 鼠小弟更羡慕大象了 觉得 哎呀 自己什么都不会 这个时候 鼠小弟去求大象 大象 大象 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那边的热闹 大象说 好啊 抬起来就走 可大象 一步 顶鼠小弟一百步 鼠小弟怎么样都跟不上大象 走着走着 他就落后了 鼠小弟在后面走啊走啊 哎 心里别提多难过 在这个时候 鼠小弟一抬头 看到 大象把挡在路中间的一块大石头 一搬 又搬到了旁边 鼠小弟心想 天哪 他个子又高 又能摘苹果 什么都看得到 力气还大 哎 我实在是太没用了 正这么想着呢 一阵风吹了管 大象纹丝没动 可鼠小弟 被风一下就卷到了半空中 做大象真好 嗯 可是 连花都踩倒了 真拿它没办法 鼠小弟 他虽然是胆小 个子小 力气小 腿又短 但是 鼠小弟 鼠小妹还是喜欢他 因为鼠小弟对他好 鼠小妹说 我还是最喜欢你 因为你是最关心我的人 鼠小弟是一个弱小的小老鼠 和大象比起来 他有很多先天的不足 每一个小朋友 都会有类似的缺点和不足 但是 只要有人喜欢我们 这 就足够了 因为谁 没有缺点呢 幸福和快乐 都是通过每个人自己的努力 去换来的 只要我们一直保持自己温和善良 我们 我们 就一定可以像 鼠小弟和鼠小妹那样 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千万记住 不要自卑哦 时间够得真快 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但这故事我还没讲够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 来不及了 下次再讲 我游戏还没玩够呢 再玩一个 那才一表演我们也没看够呢 那我再教演一个好吗 其实咱们下周 只要继续收看节目就好了 好不好 好的 下周日再见了 六年直达到电视 好 朋友们回来了 好 朋友们回来了